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炒鸡柳 这个鸡柳我是用鸡腿肉 因为我觉得炒鸡柳这个鸡腿 鸡腿肉会比较滑 它不会像鸡胸肉那样粗 因为鸡胸肉是比较干 我用鸡腿肉 鸡腿肉其实是挺大 首先我们要把它去骨 然后我们就把它腌一腌 我们开了鸡腿肉 因为它是比较大块的 如果大块的话 将会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 切成这样的尺寸就可以了 然后放进碗里我们再腌一腌 我们就把白胡椒粉 然后呢 蠔油一汤匙 放一点酒 去逼一逼的味道 少少的糖 盐 我们就把它拌均匀 这个鸡肉煎起来 它是特别滑的 这个原因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鸡腿肉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加少少的生粉 拌一拌 它会滑一点 再加少少的麻油 其他油都可以 锁一锁水分 煎的时候就更好吃 我们首先呢 烧红质平底锅 加少少油 我们就将这些鸡腿肉 就放下去煎一煎它 我们看到煎到它金黄色之后 我们就反转到它煎一煎另外一边 煎到它金黄色之后 是非常之漂亮的 我们就是要这个 焦焦的这个效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少少的水 煮一煎它 这样就 想让它完全熟透 这个时候我都加少少老抽 和生抽 做回味 那盐呢 我就不加了 我又怕它太咸 因为这些肉 本身呢 刚才醃的时候 我已经给了盐了 哇 是不是很棒啊 那另外一边呢 我们就开始煎了 然后呢 就放少少蒜蓉 起锅 然后呢 我们要炒一炒这个洋葱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用紫洋葱呢 紫洋葱的营养是更丰富的 之外呢 它的味道呢 都是甜一点的 它比这个白洋葱更加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锅仔 我们炒呢 就用紫洋葱 那我们炒一炒 那味道 让它散发一些香味 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这边 煎好了的 鸡腿肉 和这个酱汁呢 我们放在锅仔里 那些洋葱呢 它就会出水的 所以这个做法呢 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你又不怕它黏底了 现在 那我们盖一盖盖 焗它两分钟 那我们现在呢 就将它焗了两分钟了 基本上就熟了了 哇 哇 好香啊 然后呢 加一点葱花在表面 那当然 可以吃的了 哇 哇 香份份的洋葱鸡呢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啦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的频道 多谢啦